2009年2月,外白杜桥经过一年的修缮,重新安装完毕。 近日,外白杜桥1907年的名牌也已经到位。 而外白杜桥1907年名牌上仓劲有力的几个大字,究竟出自何人之手? 4月10日上午,新民网记者敲开了位于虹口区一户普通居民的房门, 寻访到了这位隐姓埋名的老上海人徐家基。 徐家基老先生告诉记者,1953年外白杜桥翻修, 当时他正在上海市政局机关工作。 由于经常为办公室的活动写字,也知道他的字能写得很大, 因此就决定由他来书写外白杜桥四个字。 那个时候我是在市政局机关工作的, 那么有些活动他们办公室要我把它们写一写, 那么这样呢,大家都知道了, 我能写比较大的字。 53年那时候是修桥, 因为解放初期呢,许多多要恢复, 这个桥也老了,修桥原来是没有桥名的。 那么修桥过程当中, 中间呢,他们提出来要做一个桥名, 那么他们都后来商量下来召我写了, 很简,实际很简, 那个时候呢,也不是很讲究的。 我呢,也不是书法家,也不是名家, 这是市政局机关的一个工作人员, 他们要我写呢, 就在办公室呢,就在用报纸, 因为字大,两个报纸拼起来, 就在办公室写的,写的。 我小的时候呢,学过那个流体, 流体,流公权, 还有造体, 但是我喜欢了卫体, 后来呢,就说, 基本上看见能学地方都学卫体, 所以这个字呢, 基本上有点卫体的意思, 但是没有学好, 没有学好。 而1907年, 还是在1984年外白渡墙名牌翻修时, 才加上去的。 后来呢, 他们又要我补上这个年份, 好像当时这个赵桥那个年份补上去。 他们提出来, 他说你续个名吧。 我说这个就免了, 因为我不是名家, 也不是书法家, 写上去没意思了, 所以后来没写。 徐老先生写的一首好书法, 年轻时还拉过二胡, 打过乒乓球, 为了节约家用, 自己动手修理自行车。 那年纪车的活动呢, 有一些, 因为呢, 这个解放出去以后呢, 我们机关呢, 这个文艺活动很多的, 那机关里面有这个明月队, 有这个球队, 球队有足球, 有乒乓球, 还有舞蹈队, 还有其他话剧, 也话剧, 我呢, 参加了一个人明月, 这个乐器, 乐器, 我是拉二胡的, 我们市政区的那个明月, 明月呢, 应该说还是有, 有一定的水平, 经常也错, 那么这个人民广播电台知道了, 还去乐过音, 还放过, 参加过音, 那个时候呢, 有两种原因, 我需要自行车, 一个呢, 是节省的费用, 还有一个呢, 是找人家也麻烦, 有点是找不到, 所以呢, 自己学学, 学学之后呢, 我觉得还可以, 这个, 机械方面的, 可以车下来, 重新装起来, 坏了, 自己换零件, 他有的时候到晚上, 找不到补台的, 哎, 很, 很, 明天上班, 买麻烦了, 那么自己买了一些工具呢, 就自己补了。 徐老先生表示, 昨天已亲自去看过了, 翻新后的外白渡桥, 虽然说是修旧如旧, 但是经过翻新的外婆桥, 还是让人眼前一亮, 希望再次投入使用的外白渡桥, 能够更好的, 为上海市民提供服务。 昨天呢, 我去了一次, 昨天呢, 是红客区那个, 有些广播, 又我去了一次, 他们也是, 录制一些节目吧, 一看到有桥上, 人灾人海, 积得满满的, 改变也不少, 除了感觉一个新鞋之外, 一位桥都是翻新了, 虽然它是修旧如旧, 但是都有去过来, 都翻新过来, 新的, 特别人一行道, 是要改成木板的, 木质的, 恢复最早的, 那个我也没见过, 特别上面装的彩灯, 这个变色的彩灯, 晚上我以前看过, 红的、绿的, 颜色很好看的, 一去一看, 说明我们上海, 对外婆桥感情很深很深, 许多人都是很远的地方, 赶过去, 赶去, 照相的, 落相的, 还有外地的, 很感动, 说明大家对外婆桥的感情, 包括我, 很深很深的, 如今, 徐家继老先生已年遇八旬, 很少在家练字, 但得知新民网直播了外白杜桥的拆除与复位后, 马上铺开笔墨, 为新民网提字。 以上是新民网记者谢元英明现场报道。